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你在植物健康的领域投入很久 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看到植物 然后发现植物有这么美妙的世界呢 是 其实呢我本身个人是从事汽车电机这方面的一些产业 汽车 也做了大概十多年的时间 是 那么在主要就是说我在马达上面有一些很专精的一些研究 十多年前呢 因为家父身体突然之间罹患了癌症 是 罹患了癌症之后我们就送到医院去做一些治疗 可是很不幸呢 因为他已经到了末期了 是 就是大部分一年时间不到 他就离开我们 然后我们去追踪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我就问医生 那医生就讲了一句话说 你父亲啊就是缺乏膳食纤维 那我那个时候听得很觉得很迷迷糊糊的是 什么叫做膳食纤维 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这概念 就一直追问下去 那医生就在跟我讨论说 你父亲平常吃饭的时候 是不是不吃一些只为蔬果之类的 那我要慢慢想一想一想 回想起来 好像是这样子 因为我父亲在吃饭的时候 从来不去夹一口蔬菜 比较爱吃肉是吗 都是吃鱼啦吃肉啦 这一方面的 甚至于说还有说 他很喜欢吃一些腌制品 哦 理解 所以植物的这块就是少了 少了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说那个时候医生就一直就说 你父亲就是缺乏膳食纤维 所以导致于说 这个整个的消化不好 哦 他是得了一个胃癌 哦 是这样子的原因 没错 那后来就是我想 心里面也是因为感受到一些亲人的一些离开嘛 自己心里想说 我真正能为我以后的家里面带来哪些 帮的做哪些事 所以其实是这个父亲的疾病 让你震撼到 很震撼很震撼 因为父亲虽然是说 平常对我是蛮严厉的 是 可是你要知道嘛 不爱 那一辈的人都这样 对对对对 接着大概没多久时间 没几年 我一个最跟我最要好的弟弟 哦 也因为说是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些缺乏免疫系统 嗯 也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就离开了 就是给自己第二个打击 哦 那么又过了两年以后呢 我妹妹 啊 我小妹 我那个妹妹就是她 可能身体不好嘛 是是是 她就是 突然有一天 嗯 她就是住院了 我们赶紧跑去看她 嗯 听说蛮严重的 嗯 后来去了解一下病情 哇 她原来得到猛爆性肝炎 哦 肝炎 肝炎 嗯 我们就是医生就去查这些事情 就去查病因的时候呢 她就是 那就是讲说重金属 哦 她喜欢吃 因为身体不好 就去外面买了一些中药 嗯 去中药柴店啊 去买一些中药来配的吃 嗯 可是你要知道 那很早以前的中药店很多 你听不听过 以前有叫做重金属 很多很多这些 对 黑心的中药 很不受规范的 对对对 就那段时间之内 后来就是 我们我妹妹在住院 不到十天的时间 也一样离开了 哦 所以就是说 短短的几年之间 都是自己的至亲手足 没错啊 所以那我们讲说 兴起一个念头 我不应该说 让我自己的儿女 嗯 会承受到 像我对跟我父亲之间 这一方面的一些 沉痛的一些打击 嗯 我开始叫养生 从那个开始呢 我们就是 我刚刚接触了一些 国外的进口的一些食品 嗯 就是所谓的 我最印象最深刻 叫做山竹果 嗯嗯嗯 山竹果呢 他们强调叫做 全食物的运用 嗯嗯 那里面有很多的直化素 嗯嗯嗯 我刚接触到这个直化素 这个名词的时候 我也是蛮震撼的 嗯嗯 什么叫直化素 因为一开始 您是连膳食纤维都很震撼 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 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 一直在就说 希望能够再把自己的养生 这方面能够做好 我就毅然而然就投入 投入这个养生 这方面的产业 像说看看能不能够让自己 自己先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嗯嗯嗯 因为我做马达的嘛 嗯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 找了很多一些器具啦 去让自己能够做到一些 全食物的饮食 嗯嗯 那也就是说 想要把植物的细胞壁打破 可是呢 我试了很多很多很多 买了不少了 嗯嗯 买回来以后的一些 比如果汁机啦 调理机啦 打了不到一个月两个月呢 就是越打 它的纤维越粗 嗯嗯嗯 也就是说没有办法 达到我们自己的需求 嗯嗯嗯 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自己做 嗯嗯 从那个时候就是 一直在想说 做一个更好的产品 能够让我自己能够推广的 这方面健康的理念 嗯嗯嗯 因为我们讲说 除了我父亲啊 自己兄弟姐妹 碰到这些问题 那我周遭的一些亲友 也一样的 也有这些方面的 就这个病痛 嗯嗯嗯 所以我想说 呃希望利用我们自己的 推理念推广 能够让我们 所有人的身体会更好 嗯嗯嗯 透过这方面的技术 嗯嗯 能够让我们能够获取更多的营养食物 嗯嗯嗯 OK呃其实陈总就因为这个家人的离开 是 然后是不是也因为家人的离开 周遭朋友的病情也特别容易让您注意到 大家原来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没错没错 以前真的是比较没有感觉 对啊 以前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 我们讲说 呃根本不注意 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存在 是是是 除非是说 自己的亲人受到打击之后 你才有才会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存在的 所以我们也常常讲 常常跟朋友是勸結说 哎呀你啊 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嗯嗯嗯 你要吃要吃得健康一点啊 你不要每天大鱼大肉了 不要每天就是这个喝太多酒啊 是啊 然后淹少抽一点 淹少抽一点 就是变得开始鸡婆了 对不对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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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自己在做这一块事情的时候 也想到 我以前也抽烟啊 嗯 后来我就把烟戒了 哦 我到目前为止已经戒大概七年了 哇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个家人的问题 常常是我们自己改变的一个驱动力 没错 真的是这样 没错没错 OK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个植物健康的专家 那陈总呢 就是因为家人的这个健康问题 使他投入这个植物研究的这个领域 然后但是呢 植物的奥秘哦 其实他也也是有独到的见解 但是这方面呢 其实有很很棒很精彩的故事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请陈总来为我们细细的讲 好的 哈喽好朋友 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乐乐 在我们快乐好心情的节目当中呢 今天为您谈的主题是植物跟你的健康的关系 那我们现场邀请到的嘉宾呢 是大贸健康事业有限公司的 陈毅荣陈总经理 他在植物的领域这块的这个专业 其实也让乐乐非常的惊艳 因为他过去是一个汽车马达领域的专家 那他是为了家人的健康 投入到家用的这个产品的领域 那我想请教陈总 就是说过去你是在汽车马达的领域 大家会觉得那个是汽车马达 可是另外你关心家人的健康 这个是植物的这种怎么讲 植物的功能 那您怎么会觉得说 在这方面的专场可以应用到这块呢 其实我们在做汽车电机的时候 它的本身它对于一个质量的品质的要求是很严谨的 是 尤其是注意到一些更多更方便的一些品质观念 那么我们认为当初说 我们用我们做汽车电机的这个经验 跟我们的专业 应该来做这个马达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就毅然而然我就投入进去做了 对反正就是说 而且重点是为了家人的健康 可是没想到呢 其实汽车电机的马达跟这个 家用产品的马达 家用产品的马达就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那个是直流的电的 是 所以跟这个交流电机的就不同 而且这就是说我们已经花了一些时间 在这个马达上面的一些材料的寻找 我们整整做这个马达 我们花了大概五年时间 五年时间 哇这个时间很长 陈总 我知道要发明的东西 就像那个爱迪生 他为了发明电灯泡 他也像一世在世 那你五年式的马达 我可以替听众朋友偷偷问 这五年您烧了多少资金呢 这个开发产品嘛 总是要要要烧钱下去丢钱下去 但是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挫折的时候 我们真的想说想放弃了 因为真的这个马达不好做 是 这东西切走了很多很多的领域在 包括我们里面马达所使用的材料 它的导池系数是多少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传动轴 传动轴如果用一般插的传动轴呢 它没办法持续的转很久 那如果碰到一些扭力大的东西的时候呢 它可能没办法转得动 这个都是一些要考虑到的地方 那我们在做这一方面 我们总共花了大概有几十次的 几十颗马达 就是不断地改 不断地改 不断地更新 每做一个马达 我们都花不少钱 所以不能用了就真的要报废 对不对 因为你没办法达到一个效果 我们就丢掉不要了 重来一次 一丝不丝 不成载丝一下 这个是必须要经过的经历路程 那后来我们就一然而然决定 我们就是用一些进口的材料 所以一开始是找台湾的材料 一开始是找台湾的材料 或者是找大陆那边的原材料 可是这些方面虽然是说 材料的价格比较低了 可是它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真正需求的一个效果在 好比我们说要打破细胞壁 它马达的马力一定要超过三匹以上 这个一定要是三匹以上 所以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的马达 就不是好马达 就做不到 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到把细胞壁瞬间击破 两匹多马力一匹多马力 因为市面上比比都是 有一千多块钱 两千多块钱 三千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 他都做不到这个三匹以上马力 当你做不到三匹以上马力的时候 他有两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第一个问题就是细胞击破率多少 你做不到 我们也曾经拿到国立宜兰大学一座检测 我们一开始去做检测的时候的马达 大概细胞击破率的40% 50% 还不到一半 或者一半多一点点 对对对那这个字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要求 那我们就是不断地更新 不断地从60% 70% 80% 一直进步到最后面90%以上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应该是可以了 因为你把细胞壁打破以后 它相对于说的另外一个效果就呈现出来了 也就是它的一些这个纤维会细化 纤维细化以后呢 我们肠胃比较好容易吸收 容易吸收之后 很容易跟我们肠里面的益生菌结合 变成一个天然的酵素 你知道酵素做一瓶酵素要多久时间吗 少则半年多则两年 这是酵素 而且是它单细胞 单体细胞的酵素 还不是多体细胞酵素 那我们用这个调理剂做出来 跟我们益生菌结合是多体细胞酵素 就是天然的酵素 让我们肠胃能够很顺利地 去消化各式各样的食物 这就是我们讲说 我们体内肠胃有这么好的地方在这里 除了这马达之外还有一个刀子 我们那个刀子是要用420的钢刀 一般的刀子呢 像比方306231我可能做不到 因为我们用420钢刀它能耐冲击 耐腐蚀 它能够在瞬间把细胞壁 用撞击的方式把它撞破 而不是用切的 切的就不容易切破了 不容易切碎了 一定要用撞的撞击方式 外面很多医疗用的一些破壁技术 它们是用风动的理论 那风动理论又是另外一种科学的 那我们就是不需要用风动理论 因为外面他们专业的医疗 那种所谓的破壁技术 它一台设备都要1000多万 是啊 那陈总再到这里 你先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 说一下 为什么破壁这个东西 会在植物里头产生这么大的妙用 让你花这么多时间的年 去研发这个产品呢 好 其实这个破壁技术就是说 一般我们所知道的植化素 植化素它是叫做植物生化素 它就存在着表皮 就是我们讲植物的 比方说蔬果的皮 它的果核和它种子 那种子是指哪些呢 像我们五谷类的 米啦 苍米那都是种子 它藏在那个地方 我们经常讲 有一个叫做 你不知道的秘密都藏在种子里面 是 大自然的力量都在里面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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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就是说 这个植化素就是植物 它为了抵抗外面的环境 还有抵抗被吃掉的这个危险 它所产生出来 自我防御的一个能力 一种的化学元素 这叫植化素 经过研究呢 这个植化素对我们人体 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也就是说我们人体里面 缺哪些我们植物都会 供应我们去补足我们哪些方面的一些问题 OK 这个植化素 听陈总这样讲 就是能够耶 植物也要长大变成大人嘛 对不对 那这植化素有它长成大人当中 过程当中的能量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植物的营养的秘密之所在 陈总他对于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料理 怎么样让它发挥口感好吃又营养了 他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呢 我们待会来听他说 那在这里我们先中场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来听陈总分享 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 现在这个节目是快乐好心情 我是乐乐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 大猫健康事业有限公司的陈奕荣总经理 他在这个植物健康的领域非常的有研究 那他有讲到就是说 他投入了这个植物破壁的这个领域 然后那我们现在呢 就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植物破壁之后呢 我们厨房里这些很容易见到的青菜啦 蔬果到底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注意 谢谢主持人 其实我们讲说家里面很多很多一般性的食物食材 对 他能够在很快时间之内就变成我们身体上面 很多很好的一些叫做补品 是那陈总我先有个问题 先直接先发问好了 我知道很多人都知道胡萝卜很有营养 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滑手机嘛 胡萝卜素又对眼睛很好 可是胡萝卜的味道真的不好闻啦 对啊 对啊那你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了 您的建议 其实胡萝卜我们通常怎么吃呢 有两个 一个呢就是冷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用苹果 苹果胡萝卜再加上这个凤梨 是 因为这三样对我们在台湾来讲是都很普遍的 胡萝卜也便宜啊 对 现在凤梨也便宜 现在放凤梨当季 我们那时候像昨天我去买的时候 一颗才多少钱 才几十块钱 是 一颗可以用很久 是啊 再一个就是苹果 苹果现在一颗十块钱满街都是啊 那苹果皮 苹果籽 苹果的盒 那都是很好的花心素来源 是 那么胡萝卜它有很多的β胡萝卜素 对 又能够护肝 是 又能够明目 对 保养我们的眼睛 是 那凤梨又产生很好的酵素 凤梨酵素 对 另外一个凤梨呢是提味 因为胡萝卜有胡萝卜味道嘛 对啊 小朋友不爱 小朋友不吃啊 对 那你加一些凤梨下去以后 我跟你讲 马上变得不一样了 一点的胡萝卜味道 他小孩都吃不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早上吃的一个叫做 抗氧化 护肝的精力汤 你可以是 适时可以加一些什么 加一些坚果 又概念比较多一点 这是一种 第二种就是说 我们就家中用南瓜 我们平常南瓜嘛 家里面都有啊 一般我们吃南瓜 很多家庭主妇就把南瓜皮削掉 南瓜纸挖掉 哎呦 我就看得好可惜啊 因为这个都把一些最精华的 最营养的部分都去掉了 而且南瓜其实 南瓜有很丰富的营养耶 南瓜它不仅仅是说 有一些营养成分让我们吃到了 而且它对于血糖高的 糖尿病患 它最适合的食物 它可以平衡血糖 真的 陈总我要告诉你知道吗 像我们快乐联博王 经常接到这个南瓜子 业者的委托跟申请 这个南瓜子是男性的好朋友 可是如果这样就 没有把他的营养给带出来 也很可惜 对不对 对啊 那我们南瓜子一般都把它丢掉 是啊 那我看了丢掉多可惜 我就说 我们用南瓜连皮带子 加上糙米 糙米你知道吗 糙米抗氧化能力很强 很多医生就说 你要抗氧 你就是用糙米来保护 对尤其是现在很多人有这个慢性病嘛 慢性病 糖分过高 对 那其实吃五股炸粮的糙米比吃精致的米更好 当然是这样 当然是这样的 就加糙米 是是是 然后就加胡萝卜 我刚刚说小孩最不喜欢胡萝卜嘛 对 你就加胡萝卜下去 嗯 然后再加什么 洋葱 嗯 再加洋葱 嗯 再放坚果 嗯 嗯 然后再加四分之一的苹果 嗯 就这样子下去以后 你就能够打出一个很 很好很好很营养的一个叫做南瓜糙米坚果营 那像这样的植物打成银 那营养又释放出来的话 它是不是就是说不论年纪它都可以吃 当然是这样子啊 从老到小 嗯 从小孩一些儿童或者是说这个副食品的 嗯 四个月五个月大的小孩 嗯 副食品他都可以开始吃 一直到没有牙口的 这个阿公阿嬷 也都可以吃到这些好的营养东西 了解 你看有些时候看到阿公阿嬷就叫他吃个饭 啊他没胃口 是哦 吹靠拜 对对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牙齿咬不动啊 哎呀说到这个哈 陈总我来再替我们听众朋友来争取一下权益发问 因为我们的这个快乐点不晓的听众 蛮多都是长辈 是 他的牙齿比较松 对 他需要营养 可是他不能咬太硬 对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医生都会建议我们的长辈啊 多吃一些像芝麻啦 或五穀杂粮 刚刚已经有讲到糙米了 就像芝麻 对 或者是黑豆啊 对 这一类的这个骨类 那可是这些东西其实顶刻空 你用牙齿 就算是给你熬个红豆汤好了 那也要熬个两三个小时啊 是不是 没错啊 对 其实我们一直建议就是说好比我再讲一个豆浆 因为豆浆里面有很好的蛋白质嘛 对 而且就是说有的人他不吃肉的话 豆浆里头有植物性蛋白质 对 那对我们来说非常需要的 尤其是里面有一个大多益黄铜 是 那市面上的豆浆你也知道 叫做清淡如水 可是现代的人就是说因为又有糖分的问题 他也不希望吃太浓口味的东西 没错啊 就是豆浆我们就是还是一样的营养师建议说要吃全豆 全豆 那怎么办呢 我们讲经常很多这个家庭主妇就是说我拿去泡啊 泡水啊 然后再来蒸啊 再怎么样煮啊 要一天 对 可是呢你要知道豆浆呢 为什么说我这边建议说用生豆直接用生豆加热水去打 不要泡 因为泡过以后的黄豆都会产生一个叫做普林的化学物质 那这个普林化学物质会产生尿酸 那痛风的人绝对不能吃的 是 那我们就说建议就是说我们这个黄豆用生豆打 那生豆怎么打呢 就是说它用热水下去直接让它打成熟豆浆 那避免了一些叫做黄豆的一些异味 好比说灶剂了 这个都会去掉 因为我们讲说在你如果说你这个用黄豆泡过的普林的有普林的这个黄豆豆浆 你要煮好久哎 要煮个五六次才会去掉 那就很搞刚啊 很搞刚 对没错 就是我们很快速的用这个方式 而且能够让它的膳食纤维吃到 那有些人会问呢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马力不够大的时候我们也打过啊 那个喝起来豆浆真的是 那个喝喝还不如不喝 那渐渐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出来以后 我们就是就是用这个三匹以上的马力去把这个生豆直接让它的这个纤维细化 纤维细化以后打出来豆浆你不会感觉到有一种卡卡的卡喉咙那些那个颗粒存在 所以口感也更绵密咯 更绵密的 那营养就能够更吸收 对没错 更能够喝到它百分之百的营养 那如果说你再加一些南瓜 又加南瓜下去 南瓜是我们台湾很多很多地方有的食物嘛 是啊 但是你顺手一抓南瓜跟豆浆打起来 它又对我们关节炎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的老大 一些老人家 阿公阿嬷可以多喝一点南瓜豆浆 你的关节炎的问题就不会退化太快 当食物这样子打出来之后 它的营养如果被我们身体吸收 我们的身体如果健康 我们就可以少吃一点药对不对 你当然了 吃药多可怕 是啊 你看我们的健保 是啊 因为我们讲说多少起床的人都是因为吃药吃太多 吃出毛病来 以前有一个叫西方的有一个医学家叫做西伯克拉底 他说食物是我们最好的药对不对 没错 我们中国讲一个叫做药食同源嘛 是是是 那你食物好的话那你要就好了 对对对 尤其是我觉得就是说以台湾大家都觉得 大家都觉得健保很好 可是现在健保又经常我们都又觉得它好像破产 对不对 这真的是健康 我们先从第一关饮食把它顾好好不好 是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吃营养的食物 然后让身体吸收到这个好的营养 减少生病的机会 其实也在救我们的健保 对不对 那真的等到你有问题的时候都买乎啊 就是说不管你健保便宜不便宜 那个生病的过程真的其实是一个很消耗精神的一件事情 没错啊 那以前跟一些有些医生他就讲了 其实医生有些医生还是蛮仁慈的 蛮有佛心的 是是是 他就看到很多家庭 因为家里面一个人生病 对 而导致于他家变贫穷了 变贫了 甚至于到赤贫 一块钱都没了 他们还是死守了这个病人 还好我们台湾有健保 对 能够把这些家庭的支出啊 能够降得更低一点 是是 或者有些地方没有健保的时候啊 就是真的是 有些就是因病而治虫 然后因病而治平的这些例子 举举别是 所以我们现在从第一关开始 我们就吃 把食物的营养给吃 均衡 然后进到我们体内 好好照顾我们自己 没有错 没有错 听众好朋友 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陈总来跟我们分享 植物营养的这个秘密 破壁之后营养的 带给我们人体的好处 那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呢 再让他来跟我们分享 更多好吃的的这个植物的秘密 来让我们的生活更精彩好不好 好的 谢谢陈总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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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